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大概在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之前 我们提到美国公布了一个有关网络政策 这么一个大的计划 是美国六个政府部门 再加上总统副总统和美国国务卿 一起针对这个网络计划向世界公布 他公布的一个最关键的概念就是说 他要使得那些生活在独裁国家的普通的人 能够有机会看到墙之外的真实的面孔 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一面 网上有篇文章 以六四为基础 提出了一个议案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美国议员将提案禁止违反人权的中共领导人入境 文章提到说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美国议员在天安门事件满22周年之际提出相关法案 展现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 如果相关法案得以通过 那么被发现涉嫌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以及其直系家属将限制入境美国 这事大了 这事也有意思了 如果这法案通过了 那紧接着普通的中国人 你就有机会把迫害你的那些中共的官员 你把细节一列下来 你到美国大使馆一地 那谁迫害你的这个官员 他孙子 他儿子 他女婿 反正跟他有关系 他们家的人 现在在美国的都将受这个法案制约 文章引述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的话说 目前中国人权状况十分糟糕 8964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 人权遭受侵害的状况 已经到了害人听闻的程度 这项法案是要提醒压迫自己人民的 中共领导人说的贼清楚 太清楚 该法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 他说所有迫害人权的情况 将成为拒绝入境的基础 这包括参与虐待民运人士 律师 记者 还有武力镇压藏民 以及各种信仰的普通人 他紧接着说 这里同样包括那些参与强迫堕胎走私人口 强制遣返朝鲜难民的中共官员 也都将被列入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这就有 这确实是有意思 念到这儿 我就突然想起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国外呢 有这么一个组织 就追查国际 专门追查 这十来年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中共各级的官员 那名单老了 那名单也贼详细 他们家地址都有 我相信这法案要有了之后 然后如果这个组织把他们所拥有的资料 呈给美国相关部门 您就有的瞧了 也有的看了 我相信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这口恶气也有地儿出了 所以该准备资料 该收集资料 该写东西的 您现在就准备了 省了到时候时间 来不及 目前就这么热着 就这么不好办 你说外国人 连这个菲律宾 越南都递格 都资牙 这是咱北京的话 递格资牙 他资牙递格的一个很大的基础 他以美国做后盾 这不是诚心拿咱党的官员 拿党的最高领导当猴耍吗 BBC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越南说 不会容忍侵略行为 绝不跟你直接摆到了 文章上来就提到 越南强调拥有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 并警告不会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 此外 越南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充军力 表示欢迎 两个月前 我们提到说 美国在这一段时间 在亚太地区重建它的包围圈 对中共整个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建完了 没两天 越南说话 这真的是把不拿党当回事 真的是诚心跟共产党 跟伟大的党 递格 文章提到 在上周 越南政府指称中国海监船近日 对越南在南海的油气探测活动进行干扰 中国的巡逻船 故意切断了越南的碳油船的电缆 以此举侵犯了越南主权 您说真的 连越南都不把党当回事 您说这事这是什么事的 而越南的国防部副部长 他是这么说的 南沙和西沙群岛是属于越南的 越南会以外交途径 透明的解决领土纠纷问题 越南非常欢迎 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充军力 这样的话可以使得美国来保证整个亚太地区海域的和平 今天人家觉得越南菲律宾拉着美国跟你挑衅 非说南沙西沙是我们家的 你怎么着 这事咱看怎么办 而中国的国防部长梁光烈在这种对话会议上 直接是这么答复的 他说中国是个守信用的国家 南海的航行从来都是自由无阻的 总的形式是稳定的 没直接针对越南的说法说 而说了一个磨蹈两可的话 为什么呢 有点软淡的感觉 那这期节目一开始我曾经提到 美国人在互联网 以互联网作为基础 对中共正面开战 这是我们曾经提到的一个说法 自此之后我们会发觉在包括美国之音等很多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媒体 针对互联网有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美国政府投资互联网如此高姿态 但是互联网的开发和突破防火墙 那用不了多少钱 一个航母得多少钱呢 那突破互联网这么一个软件多少钱呢 大家想想 养俩人跟弄一个航母 这价格不可比啊 但是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当中 互联网起到了一个平台的作用 完全都是仰仗互联网 然后在这些独裁国家的普通的老百姓 几十年来被独裁政权压制的内心的愤恨和怒火 在这互联网的平台上 星星之火他燎原了 烧起来了 把这个独裁政权赶下去了 美国人到现在误明白了 所以他直接说 我弄互联网 打破你中国的所谓网上长城 然后让中国人 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 这愤怒的点点之火 在这被打破的互联网上 平台上连成一片 美国人不怕一兵一卒 结果让普通受压制的老百姓 推翻今天极少数的 极权的独裁的 中共党的领袖家族们 就这么点意思 中国人反应很快 党反应更快 那美国之音的文章 是这么说的 互联网都不互联了 还奢谈什么自由 在6月3号 在中国青年报上 登了军事科学院的 两个人的一篇文章 他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登 针对的普通的青年人 他要删起的是 青年人仇恨美国的爱国之情 还是这首 文章里提到说 网络战怎么战 这近几年来 网络空间的大事 包括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等等 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你看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他把美国先提上 其实北非的茉莉花革命 美国有点滞后了 他接着讲说 网络战已经成为一种破坏力强大 关系到国家安危与存亡的顶级作战形式 关系到你共产党的安危 关系到你极少数家族的安危 这是真的 别拿国家说事 拿国家说事 就是一个利用爱国主义的说法 文章后面果然就说 中国政府向世界表明构建网络疆界 维护网络主权 这不是扯淡吗 网络本身的出现 就是突破国家 突破地域 突破种族 突破一切这行政上的 社会上的 政治上的 这些个 这些个限制 文章接着说呢 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 萨哈哈米斯 他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讲的 互联网提供各国人民 无疆界的意见交流 中共当局若在互联网上 射箭所谓的疆界 划分领土 硬分成主权 这是大逆不道之事 而5月16号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发布了一篇报告 报告上说 能够上网 以及能够获取网上信息 是普通人权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断网或者进行网络审查 将是违反人权的行为 违反了公民权利 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共产党的说法 刚才那两个军人的说法 在这个中国青年报上 登的文章的 所谓主权的说法 是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公约 除非你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己把自己 从联合国开除出去 你自个儿给他弄出去 你不受这个公约制约 那行 否则的话 你又站着安理会联合国理事会的 那么一把椅子 然后你今天又给自己做的行为 去明确的违反联合国公约的话 那你是个什么东西 那两位军事学院的所谓的军事家 在文章里还提到一个说法 说互联网本身是潘多拉的盒子 所以必须锁上 这就是极其邪恶 为什么呢 也就明明是个贼 明明是个贼 他却说他是个警察 但是今天在中国呢 警察确实是贼 警察不是贼 就不是党的好警察 那哈米斯教授针对这两个军人的说法 是这么答复的 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说法 是很不合理的 我必须要说明 这是一个左道旁门的说法 因为在突尼斯 埃及 互联网帮助那些追求自由 获得尊严 自由 人权 言论自由 以及民主的人们 这是非常明显的 而这篇文章的目的 就试图防止类似的改变 或者民主演变 在中国发生 这一切的发生 是在美国六个政府部门 直接说要在网络上 来使得全世界达到网络自由 突破或者说推倒防火墙 这样的声明之后发生的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